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正义性事件 背后值得我们再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要去看门道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我们当然也很期待 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群众的募资 群众的支持 群众在经济上面的支撑 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更好 做出更好的报道 以及更深度的访谈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访问的是 前消防员徐国瑶 五年前参赖时光会客是还在跟公事合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已经访问过徐国瑶 当时他其实是被免职 他因为争取权益 可是是被消防局记了42次的申戒 然后最后被免职 我们针对他当时为什么要争取权益 以及他被免职的过程当中 这样的一个心路的历程以及状况去做了一些访问 做了一些讨论 今天为什么要再访问徐国瑶 是因为他在几年前也提出了 因为这些案子的关系提出了视线案 提出两个主要的视线案 一个是有关于消防员的权力公使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是跟他自己比较关系 比较另外一个关系也蛮密切的 就是有关于这警察相关条例的一些惩处 也就是包括这个消防员 或者是公务体系他怎么去做 如果被惩处的时候 他的申诉的管道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邀请徐国瑶来跟我们继续谈 他的遭遇 以及他为什么要去争取这些权益 国瑶你好 董老师好 各位运动大家 我们其实知道国瑶在这样一连串的过程当中 包括你曾经发起了游行 然后也被寄相关的这个申戒 你甚至也提出了这个视线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当然这个最后的视线结果并不让人满意 可是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 是值得跟我们再做一些分析跟讨论的 不过我想一开始还是要先请教你一些 最基本的一些问题 就是2012年的时候 你为什么会去发起这个消防员的大游行 那当时的消防员的处境是什么呢 我当时会发起大游行 其实是很多人会误解说 你为什么要用这么激烈的手段 为什么不能有一些比较软心的诉求 或是比较其他更好的沟通方式 但其实我们在每个行动 其实前面都有很多的一些作为 比方说我们做了内部的申诉 但是其实我们连局长都没办法见到一面 那就知道说我们就是很困难 然后我一直在被各个单位 就是在高雄市消防局一直在被调动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就是我一直会想要争取一些权利 或者是把我们不该有的情业务一直推掉 那当时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公时的问题 简单说就是大家会觉得消防人员情依修 上一天修一天 你一个月好像修了15天 其实是很好 政府对你们很好 但事实上不难 我们把它拆开来看 我们一天是24小时在上班 等于一个月我们上了360个小时的班 可是要强调就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上 一般的公务人员他们上班 平均月工时大概是170多 那我们还没有周休二日 我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 大家也会觉得说 虽然你多上了几个小时的班 但是你有加班费 我也要跟各位听众讲 我们的加班费是有上限 因为政府说他的经费 就是优先于在一个固定点 所以我们每个月到的加班 它是有一个顶点 那超过的部分就是 可能你多个50个小时 多个100个小时 就办理给你记一支加奖 可是我们可以回想到 现在的劳基法 如果一个老板跟你讲说 你的加班费 我用一个加奖来跟你换 那请问哪一个老公会愿意同 而且我们还不是说 我可以选择我要加班或者不加班 在消防员他认为你是公务体系 我要你加班的就是一定要加班 我前后给你排好 没有你拒绝的一个可能性 你就是一定要加班 你不加班很简单 我就除非你就说你矿子 我们面临的情景就是这么而言 大家会觉得政府公务人员 应该是最有保障的一群 但事实上在消防员这一块 并不是这样子 所以当时因为公司的问题 还有我们接了很多其他各局处的业务 比方说自来水 那个消防栓的茶厂 其实是自来水厂的事情 但后来也是我们在做 然后还有抓猫 抓狗 捕风 这些有农业局 建管处 他们在做 建设局 他们在做 最后也是消防员在做 那在其实最先一开始的消防员 跑救护车这一块 其实原本也是卫生局在做 那后来他们说 他们人手不够 然后而且他们辖区不够广泛 你要急救的话 到现场都会来不及 后来变成消防员就说 好那我们先帮你 帮你跑这一块 可是最后最后 他变一个法定起步了 变法定起步我就没意见 他现在已经是法定了 法定规定就是 消防员要做这一块 那我就没意见 但是其他的还是很多 其实是各局处 他们在规定 算全部推给消防员做 那是我们面临的情况 就是这么多不合理的 一连超不合理 然后反应都没效之后 才会想要上街头去游行 是这样 所以其实从你刚刚的 这样的一个陈述当中 其实包括了几个部分 一个就是后面提到的 很多本来不是属于 消防员的勤务 那莫名其妙地 加在你们的身上 可是这个莫名其妙 加在你们身上 因为你们是公务员 好像又不太能够去拒绝 那另外一部分是 你们本来就很忙了 你们本来的这个工时就很长 甚至你们的这个要 要这个加班 其实也是被迫强制一定要加班 你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 那加班费还有上限 那如果不是用上限的话 所以他就用加强去做 某种的这个抵换 这听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不合理的这一种状况 所以其实你当时就发起了 这个消防员的这个大游行 不过这个游行之后的两年 其实高雄市政府的这个消防局 曾经在这个两次的考机会当中 你就被开了42次的这个申戒 那最后还被免除了这个消防员的职务 那被开出的申戒理由 包括说像媒体发言 监局长官贪污 考机会录音 以及长训的 这一般训练的缺席 我记得当时在五年前 我访问你的时候 也曾经问过这个问题 就是你做了哪些事情 你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你是不是真的在行为上面 是有一些不检 或者是不去听这个长官的指挥 那为什么从你的角度来讲 你会认为这个42次的 这个所谓的申戒 是属于秋后算账呢 很简单 我们如果说我们要处分一个人 一定是他犯错之后 我们要处分 那我的这些处分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 就是他都是不是当年度的属主 我举例来讲 我的属主的时间点 是103年的6月3日 那另外五个属主是103年的7月15日 这中间相隔的42天 那等于是每一天 我都在被寄生件 因为换算成42次的话 如果以这样子来换算的话 那等于我每一天都会被寄生件 但不是这样子 他是10个案件 里面有一些是大贵 有一些是小贵 有一些是生件 那这样 为什么会觉得 他是一个秋后算账 很简单 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处分一个工人员 就是他犯错的当下 就应该要提出处分的 我这些组分全部都是非当年度 几乎都是非当年度 就是可能有102年 101年 甚至99年 他都拿来成组 99年也拿来 对 但是我们一般的烤鸡 不就是当年度当年打吗 为什么会去把99年 100年的 拿到103年来做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烤鸡的品和呢 机关的说法是说 因为当时刚好在103年的时候 有民众来检举 我在99年100年发生的事情 他们是在103年收到这个 当然就是100年来处理的 之前不知道 但我觉得这个城主的东西 就你怎么会那么碰巧 刚好有这么多民众 在检举之前的事情 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资讯外线嘛 然后可能机关 他拿到了之后 他才来用这些手法 说是民众检举 那这个民众后来 去调阅资料 后来在输送的时候 也去阅券的时候 调阅资料 这民众很特别 他居然是 破了光点 然后破了光点 还很特别 就是说 他也没有据名 就是他也不是用签名 他是用电脑打字的方式 寄了信号 去给效果检举 那我说好 这些都民众来检举 算了 有些东西是我自己 电脑里面的录音 为什么他们会拿到 所以我很合理的怀疑 就是说 机关应该是某一个人 去偷了我电脑的资料 然后他不敢去监举 只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检举 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机关其实像这种 面对不具名的检举 照理说他是不送你的 这么巧 我这个案子机关全部都送 他们都认为合理应该要处理 这不是很奇怪吗 那另外 你都说这个是 都是这个民众刚好这一天检举 那就都算了 可是有一些 居然还是 其中有一个是 我举例 就是有一个是 承办业务不利 执行业务卸贷 然后申请 对 那这个处分呢 是前一个分队长 他退休的时候 居然是交接给 要处分我的那个分队长 他是前一年 102年退休 你102年知道事情 你为什么不处理 你怎么 这个东西处分 还有在交接 你102年的时候 就可以处理 为什么要放到 103年的6月 还不是年初就处理 你就算交接网 他们是102年的12月交接 那你102年的12月 你就可以处理 交接网马上处理 你为什么要放到6月 他就是要在集中成组 让我没办法报家讲 因为警察的运人是条例 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 就是你随时哪一个时间点 你累积满了18支的神界 就可以把你免赐 而不是像一般公务人员 他是可以算到年底 再来结算 这样子对我们来讲 就有伤害 像我的案子就是 他利用了这个漏洞 游戏的规则的漏洞 他就用这个漏洞 来做处理 他就把所有的层主 累积在同一个时间 一直处理 那你还不及去补加奖 所以这个很明显 他就是一个秋后算账 那另外我再举一个 比较大的一点的案子 就是他说我违反公务人员 无法兼任他向业务规定 行为不简 所以103年7月16号的这个陈储 是 那这个东西是说 他觉得我帮人家代理诉讼 其中有一个比方说 这些都是朋友 或者是我自己的业务 打了一个离婚的官司 跟我的业务打了离婚官司 那我也是协助他们 这样子他说我坚持 所有这些案子 大概六七样吧 没有一个是我跟人家收钱 还有一个是我学妹 因为他丈夫 他跟丈夫离异 丈夫不愿意支付 那个散养费 所以我帮他去打了 去帮他写了这个状纸 然后去帮他要到了 这个散养费 我都没有收钱的方式 照理说一个公务人员 他如果下班时间 还愿意做这些 为人民服务的事情 不是应该要给他家讲 怎么还会要去主任他 然后我又没收钱 我也不是违反律师法的问题 最后呢 机关甚至还用这个 违反律师法 然后把我遣送到地检署 地检署最后也是不起诉 那我就把地检署不起诉 拿去给机关说 地检署都不起诉 他是有认证过的 他也有调查过 他把所有的当事人 原告被告 全部都调来误过一次 我就是没有收钱 这样子你还要硬要说 我是违反检职 那我真的我也没办法 所以对你来讲 会觉得是秋后算账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 这些案子可能是发生在 民国99年 或是100年的这些案子 但是最后集中在 103年的6月跟7月的 两次的这个会议当中 来进行陈处 你认为这个是过去的东西 他应该就是当年度就要陈处 可是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会觉得 这些有些资料 其实为什么别人会突然间有 那是不是被这个自己的 这个机构里面泄露出去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所以你会觉得这些的 受理的过程 或者是这些所谓的检举的程序 上面可能是不合理的 那这大概就是在 你会觉得是秋后算 这样的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 我觉得比较好奇的地方 就是说 在这里面 有些是你认为 觉得这个 我做这个东西 也没有什么不对 那但是他觉得说 你今天就是违反了 公务人员的相关的规定 那这个其实就会产生 某种的争议 就是从法规来讲 他可能是这样认定 可是你会觉得 在实质上面 你做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地方 那通常在这个时候 就会透过申诉的方式 透过会所谓的 申诉的方式来做处理 我想要问你 你这些案子 有一个申诉的过程吗 就是他觉得 你这样子是有错 可是你觉得你这样没错 那大家就来 大家就来证据 有没有一些程序 可以对于你们的 这样的一个 被惩处的状况底下 是有保障的呢 我必须再说 管老师应该知道 大法官解释 有一个叫 785号的解释 那这个解释很重要 是因为在这个解释之前 一般的劳工 我们先讲 讲一般劳工 一般的劳工被乘处 他可能可以做的做法是 有些是调整事项 有些叫做权力事项 那权力事项的东西 他可能就涉及到法规 他可以去申请劳资协议 或者是可以去打诉讼 没错 那我们这边是 我们工人员不一样 就是他跟你讲一个叫做 申诉再申诉 你必须先向原处分机关 就是消防局先申诉 然后如果不通的话 你要再向保训委 公务人员保障级 培训委委 申请再申诉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布审 布审的话 它比较像是 我们刚刚在讲 劳工的部分的权力事项 申诉再申诉 比较像调整事项 可是现在就是当时的那个环境就是 没有人搞得清楚申诉再申诉 到底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是化归在这个申诉再申诉 什么东西化归在故省事项 可是像我 我会觉得我这些被申诉 以后都有可能会变成免职 这个是重大权力影响 我当然是要走故省事项 可是我们送去给保训委 他说没有你这只是一只申间一只小锅而已 甚至一只大锅而已 他也认为这些都是只是申诉再申诉 可是申诉再申诉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他没办法 最后如果你申诉再申诉 全部都被服务 他就等于结束了 这个程序他就跑了 你没办法进到法院去做失职生命 没办法有一个司法的救济 那我们知道就是台湾 他现在是司法 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併 对啊 当然我们要讲到五权 可是实际上是三权分立在运作 那司法没有救济的情况下 你行政机关处分了之后 最后也是一个申诉 也是向你行政机关申诉 那我不等于没有申诉一样 因为一开始处分就是你 最后决定的也是你 那我等于这个管道是 有跟没有是一样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把所有这些程序案件 全部送到法院里去的时候 法院全部都不受理 因为他觉得这些都属于申诉再申诉 机关都已经处理完了 我这件事不会受理 这是我们当时面临最大的问题 那考家在就是当时785号解释出来之后 785号也是我打的 就是针对公司打了之后 785号解释出来就是大法官认为这样子 公务人员没有受到一般的法的保障 所以他才会把申诉再申诉的很多的东西 他都认为说只要你具体觉得你有受到权益上面的受损害 你就可以提起复舍 然后就可以进到行政法院 但是我自己的免职案没有办法 是因为785号解释出来的时候 我的免职案已经在大法官里面那边带案审查了 所以变成我自己不适用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卡在这里 所以最后我的案子里面的罢 因为785号受益是这样子 对 这的确就是其实要这边就要补充 其实就是国谣事实上打了两次的这个宪法的关系 一个是现在我们等一下会谈的案子 另外就是785号 785号就是针对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公务人员 如果被承处的相关的救济程序 到底他应该怎么去处理 是不是就是行政体系来决定行政体系的事情 还是可以跳出到某种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来做处理 那这个案子就是刚刚谈到785号 事实上大法官已经做出了解释 就是让这个公务人员他如果一到状况之后 他应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这种处理的方式 可是很可惜的是 你的案子事实上并不适用在这个解释的问题下 待会也许有机会我们可以再继续的谈 那其实我们在五年前就曾经访问过国谣 那访问国谣的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当时还是在跟PNN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那个时候的高雄市消防局的副中队长 黄俊玲这个黄先生曾经来回文来含 然后其实对我们也蛮多的批评 他批评我们节目说是立场偏颇 有伪新闻媒体人的中立 所以他予以谴责 那当然这个谴责我们还是把他来含照灯 就是我们虽然有自己的一些立场跟价值 那不同的意见我们当然就会照灯 我想这是一个媒体在处理的一个很准 基本的要做的一个事情 不过他其实也对你提出了一些批评 他在这个他的含文当中也指出说 你跟消防消防员权益促进会所称的 争取权益被免职这件事情 事实上是因为你为了要升科研 并想要调理消防机构 知识人利益 然后用批斗消防制度作为手段 以宗旨对立为条件交换 那就非常严厉 他其实这篇的来文是非常严厉的一个批评 那至于他的工作表现 就是你的工作表现 作为直书长官 就是这位皇长官 他认为你规避一切消防员的工作 一些想要离开消防 那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的表明 有病不想出勤救护 而未编排救护勤务 那勤务都落在其他同仁的身上 然后你在四处抗争的时候 却是胜龙火虎 我觉得这对你来讲 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批评 然后他其实也是把它讲出来 我们当然虽然我们在五年之后 再重新访问里 我觉得这一段可能还是要做一些回应 你怎么去看待你之前的长官 对你所做的这些指控 对我的批评不太少 因为后来我们去在行政法院 把所有捐统调出来的时候 他一直跟我讲说 没有那些都是上面指定要处分的 结果后来调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承储都是他承报 他迁出去的 那所以他等于是 讲白点就是等于是 对长官那边讲一套 对我这边是讲一套 他说那边都是长官要处理你的 结果后来所有的 把捐统调出来之后 全部都是他写报告 要上去要承除我的 这个其实掉出来就知道了 如果有想要再拨这一块 其实我都可以有证据可以拿出 那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 我不晓得关老师 应该会知道就是有一些犯罪的 他在处理犯罪 他就犯罪完之后 他会想要回到现场 看看警察他们怎么处理 所以警察在现场他都会去搜证 看看就是把所有民众 不光看任务的都拍进去 对没错 就是犯罪人他就是会有那种心态 就是想要回去看任务 我在讲这个是在讲什么 就是说黄俊领他处分我的 他为什么会这么在乎 我后面所有的这些行为 包含我接受管老师的采访 没有人知道 他居然就一直在注意这些东西 在采访的当下 他甚至就已经想要投诉了 他都不晓得我们在讲什么 他就要投诉反应 这不是很好笑吗 我们节目都还没播出 他就已经在跟管老师说 他讲的都是错误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都不想往人家的时候 就已经在 不过那个时候是跟我们当时的制作人 吴东木联系 我是后来才看到这些韩文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 他太care这个事情 可是他太care就是反而去凸显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今天他做的都是对的 其实我不用再问你 许过要你后面讲什么 因为这些就是我当分队长 就是我当主管该做的事情 我其实也不用care你做什么 因为我做的是对的 那唯有你心里觉得好像有什么 你才要拼命去解释说 你这样的准分是对的 是没有错的 许过要他是错的 我必须要去讲 如果今天消防队到现在 公使这么长 然后还有接受这么多严苛的 这些职务的拍认 他为了消防做了什么 就这样子讲就好了 我为了消防做了什么 我至少打下了一个785号 可以真实的让所有的消防能源的公使 去受到重视 我也成立了这个消除位 我们也办了游戏 我们做了这么多为了消防员的权益的东西去着想 当时他指称我的东西是 我当时是说我想要正常的公使 正常的公使代表什么事情 正常的公使就代表我不能领加班费 其实我薪水是少了 一个月我少了1万7的加班费 我都不在乎 就是说我要正常的公使 我要正常上下班 我不要多做 我也不要多领钱 无所谓 我只要健康的正常的生活 当时我们是这样 他所有生人科员 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 我们的权益受损的部分 所有人都知道 就是警察跟消防 你要人上官校 你必须要再去警察大学 中央警察大学 但事实上我们考过国考 你都知道 国考它分为 就是四等考试跟三等考试 我们是三等过 等于就是类似 人家在讲的高考及格的公务人员 高考及格的公务人员 我们今天讲 我最指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一个区公所的一个小职员 他考上了高考 他不就是可以开始 从那什么科长 组员科员 一直升到科长等等 他还要去什么区公所大学 一定要去什么区公所大学 收据完之后 参量升官 没有这个道理 消防员当时面临的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虽然考过高考 可是他还在另外 在把一个 你要升官的一个条件 就是你一定要去警察 这就造成了第二个复合力 我已经考过高考 高考是国家考试 的一个东西 他就是我可以 从六指等开始 一直升七指等八指等 可是你有一个 另外给我买一个东西 叫我一定要去警察 没有这种道理 这就像我刚刚讲 你区公所的人 你可以升官 你不用再去考区公所大学 意思是一样的 对所以 然后另外呢 他在指证我说 我一个月什么都没跑救护警 那时候因为我 为了跑救护警 我的膝盖 然后跟我的椎间板 有突出的问题 所以我有去看医生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你这样子的话 你不然你就是先休息一个月 不要跑救护 其他的请务都是 都是照常 说可以 因为是他讲的 是分队长讲的 试想 今天如果不是一个分队长 他准许我这样子 那请务表是他排的 我怎么可以一个月不跑救护 可是他自己排了之后 他自己准了之后 他去 他在对媒体的办法又是说 我自己不想做 请问你是我不想做 我就可以不要做吗 那我也跟你讲说 我不要加班 你还不是叫我加班 我也跟你叫你不要给我成组 你还不是给我成组 我叫你不要给我免职 你也是给我免职的 怎么可能 你这么乖会听我的话 那对我不利的东西 你都不听我的话 所以他讲的东西 就是要把脸其实很简单 我只是说 不要讲得这么细这样 所以其实长官 他背后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大概对我们来讲 没有办法再去揣测 可是有一些事实的部分 对我们来说 我们当然是要把他 因为当时他对你提出这些批评 我们也没有再访问你 刚好五年之后 我们再有机会 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我想就把这个东西去做呈现 这基本上来讲 就是把这个两面并层的东西 去把它呈现出来 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还是要来跟你 继续谈你的这个案子的本身 因为其实你被记了42次的申戒 然后其实你打了行政诉讼 然后败诉 然后后来你去提出了大法官示线 你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大法官示线 为什么你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好好的去做一个消防员 或者是免职的去换一个工作 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还要再把自己卷入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来讨论 我不是一个不适合当消防员的人 我是被这个制度上面去破坏到 然后被玩游戏规则被玩掉的人 那今天就是我其实也蛮高兴就是 宪法法庭可以接受我的案子来这边救济 因为其实宪法法庭 剁回掉很多案子 那很庆幸有被检选到 但我希望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就是能给我辞职的救济 刚刚部长在里面讲的那些案例 全部他是一个犯法的 警察犯法本来就该免质 这个跟我的案例完全一点相关都没有 然后很多层属都是去年度前年度 也没有刚刚部长他们所讲的就是说 他是当年度才知道 所以他当年度成组 完全没有这个事情 很多事情都是机关长官很早就知道 但是他不成组 然后累积成组的事情 比方说 徐国瑶被记大过的一个案例 他们行政机关指章 徐国瑶有收费去从事违反律师法的行为 并且有对徐国瑶提起律师法的告诉跟告发 但是这个案件经过地检署的详细调查 已经明确的知道 徐国瑶在做这些所谓的亲友的协助 他是完全义务的 没有去提 没有去收取任何的费用 他所做的行为 不但没有去影响到公务人员的形象 反而是提升了公务人员的形象 但是他却必须要为了这样子的行为 而被记录之大过 导致现在甚至我们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 我们都还在打这个附资的道路 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他不是只是针对我个人的权益 他是包含所有的警察跟消防人员 大家去想象 如果警察跟消防人员没办法获得良好的救济 他能怎么办 他能做的事情就是以后不管长官说什么 他都要听他都要做 即使是违法的事情他也要做 因为一旦他不做 他不遵守长官的指挥领导的时候 他可能就被处分 处分之后他就没工作了 那我们这样会是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吗 那刚刚我们在听过这个宪法诉讼的诉讼题 我们听到大法官呢 在询问事项的部分 其实把所有的时间都留在询问机关 关于这个法条的他们相关的处理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条法条在适用上 他的确有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他让行政机关可以在没有任何监督跟审查的状况之下 直接去免质一个他们所不想要的 不乐见留在机关单位里面的经销人员 这是我们今天申请事件的相关法条最大的问题点 这在试制785号解释宣告 各个程度处分都可以打行政救济的这种状况之下 尤为否刺 因为785号警示的成果是徐国耀争取而来的 但是他自己本身却没有办法享受这样子的成果 到现在都还在为了復职而占领利 这段期间就是我之前在我家做铁工的工作 然后陆续有找一些工作就是打零工啊干嘛什么的 那最主要还是因为要做很多司法身边救济的事情 所以我也没办法说一个找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正职工作 我希望司法可以还我公道 然后可以让我顺利付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引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的经费来自于全民的支持 欢迎大家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频道 也期待大家可以订阅收听收看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这个前消防员徐国瑶来跟我们谈谈 他自己打的这个所谓的宪法的诉讼的官司的结果 以及这个过程他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虽然我们在五年前来访问过国瑶 可是五年之后很多的问题有解决 但是有更多的问题还是悬在那边 特别是所谓的整个台湾公务人员所面临到的问题 消防员遇到的问题 我们再次来欢迎国瑶来跟我们接受访问 国瑶你好 班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因为国瑶在上一段节目跟我们分享 在这个之前你所做的这些事情 以及你自己的一些这个心路的历程 可是我要回到的这个案子的本身 因为其实你提出了这个有关于宪法的这个诉讼 那其实他刚刚谈到说在2014年 其实你已经被记了这个42届申计 然后甚至被遭到免职 那其实在过程当中你也去打了这个行政诉讼 可是也是面临到败诉 刚你也特别提到 但是你在2017年8月的时候 就像大法官提出了这个释线 那你认为这些现在处分你的这些法规 或者是这个处分的这些办法 有什么样的问题 为什么你要透过这个所谓的释线的方式 来去解决来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报告官老师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785号 我的免职案785号 它是处理公使的问题 消耗人员公使过程的问题 可是他在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刚刚讲的申诉再申诉 及故审程序上面的重置的问题 后来我们 可是785号解释出来之前 我的免职案就已经在里面了 785号是107年出来的 108年出来的 然后我的免职案是在106年提进去的 所以后来我的免职案没有被处理 没有被处理的原因就是因为申诉再申诉的这个问题 还有复审程序上面的错误的问题 所以我们还会再提那个 宪法解释就是因为我全部败诉 那全部败诉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是 警察人员人士条例第31条第11管他有规定就是说 警察人员在什么时段他被处分达18支申请以上 他就可以当场马上被免职 而不用等到年底结算 这个对警察人员来讲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 然后怎么说呢 就是我会用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主管 或是我是一个局长 我想要处分一个警员 让他没有工作很简单 我就是在你有一些小trouble的时候 我就不处理 我等到我觉得可以出手的时候 我一次出手一次计满18支 那你就直接免职了 你完全也没有什么什么申诉再申诉 反正你又 有点像你刚刚谈到你自己的经验 那样就是一个大清仓 就一次就秀出来就对了 对 你觉得这是一个不合理的 你全部弄出来的时候 我根本就是你就是突袭 你突袭可是他现在的合法就是说 他为什么会 他会变成说他用一个合法的管道 来做一个非法的事情 因为我其实我知道你可能什么时候 就应该要处理 可是我都不处理 我一次大清仓的时候 造成的结果就是 公共警察人员他随时可以被免职 或者是我找一些莫须有 我就先把你免职之后 你再去诉讼 你慢慢等你打回来 都已经可能是两年三年 或者是如果我们遇到法官讲白点 这些法官他也连看都不看 他觉得这些都是行政 他们可以去处理的 他都不处理的话 那这个公共人员他就被免职了 他是几个人家考试 我觉得可能要厘清一下 这不是属于警察人员吗 你们消防员算是警察人员 你们是适用于这样的一个法规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突兀点 就是在这次的大法官的不同一书里面 王霞大法官他就写得很清楚 他说警察是警察 消防是消防 就算警察他可以用这样子 就是有点差别待遇的东西来处理 因为毕竟警察他拿枪 他具有危险性 他是在职防的 可是消防人员是在救人 我们对一般民众也没有危险性 我们跟一般公共人员有什么不一样呢 救灾的工作不是只有消防人员 救灾的工作 公务局养工处他们也都在做 那如果要这样子算这些人都算警察人员吗 不是啊 只是因为我们当时的特考叫做警察人员考试 是这样子 所以他把我们立为警察人员 可是这样子就你等于形式上 你只是形式上感觉我是警察人员 可是实际上我们跟警察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在86年警消早就已经分立了 只是到现在消防署摆烂 一个消防人员的人事条例到现在都还没有成立出来 这就是整个机关一直放着不处理的问题 那这次大法官他居然会去 他这次的线10号他去做和线性的解释 造成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第一个警察人员被查评 第二个他确认一件事情 就是消防人员他可以适用警察人员的事条例 可是警察人员的事条例对警察人员好的地方 我们又不是用他说我们是消防人员 那你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就是你想要法条那么多 你想要用对我们用哪一条 你就用哪一条 那没有一条是对我们好的 都是拿比较严苛的来对我们 消防计程跟高层是有仇吗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所以简单来讲 这个释线案其实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你觉得说 这个警察人员的这个人事条例 他事实上是一个不合理的 刚谈到18支 然后他可以用大经商的方式 然后就给你免职 那这个是有问题的 那所以他跟一般的警察人员是属于公务人员 可是一般的公务人员不是这样子 一种方式来做审处 可是警察人员是用这种方式做审处 第二你们会觉得你们不是警察人员 可是你们消防员 却用这种警察人员的方式 这个标准来做 你也觉得是一个不合理 所以你就要在这个所谓的宪法的部分 你会因此而觉得这个法规不合理 所以你就提出视线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有双重的不合理的状况 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救济的制度 申诉再申诉及固审那个部分 这个都是我这个案子里面卡到 所有很多限行的法令不合理的地方 但公务人员法令就是很少 公务人员敢去打这些诉讼 所以才会变说公务人员的法制 就是一般劳基法一直在修改 一直在变 可是公务人员的法制 他就一直很成就的 就是一直放在很前面 然后公务人员这一块又很保守 基本上没有人 比方说我们台湾到现在 公务人员还不能组公会 这不是很离谱的事情 你警察不能组公会 可能大家都法律还没那么先进 大家观点没那么先进 可是连一般的公务人员都还不能组公会 这落后欧美国家也其实不晓得落后多少部位 可是大家就觉得我让公务人组公会 公务人员不听我执政者当选者的话的时候 我就很难操控的命 这都是我们台湾就是政党恶斗下来的场合 就像我一直在强调就是 我很想讲就是极有法的问题 其实有刑法每个执政在野者他都想要 在野者到费 他执政的时候他都不想要闹 他觉得这个法律很好用 我可以遏止人民的言论自由 我觉得这个最大问题都是产生在这里 执政者有心没心 不好意思我再提一下 当我现在是常常在讲这个吹哨者法案 到现在大家也不让他过 然后大家都所有的例如都觉得 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有言论自由 立法委员不就是因为言论自由产生了吗 可是呢 在等他当上立委之后 他又急着要去替行政机关背书 我就觉得这三权分离哪有三权分离 完全都没有 不过从你这个宪法的官司里面 这个宪法法庭的111年的宪判至第10号的判决 在6月20几号的时候已经出炉了 然后对你所提出的这个判决认定说 警察人员人事条例是核限的 所以指出当事人自己大过次数 这个达标解职这件事情 并没有这个违线的这个问题 就是没有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 那所以某种程度来讲 你这个官司是输了 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这个输了之后 对整体的公务人员 对整体的公务机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会有一个很大问题 我现在很担心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是care我自己的案子 但是我很担心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会不会以后会变成警察国家 怎么说 这蛮严厉的 对对对 可是这个真的很有可能 因为我们比方说极有法 就很多警察 其实他知道 你民众可能只是在陈情而已 可是他为什么要来骚扰你 他为什么要来骚扰你 就是因为他上面上头有交代 当警察人员人事条例 这个已经本来就已经私人的条例 结果大法官居然把他判合线的时候 那包含我刚刚讲的 我随时可以把一个警察人员法案免 我就让你去跑救济 那我请问管老师 你书读这么多 你应该也很清楚 当我的这个东西 我的生活工具 生活一代被压抑的时候 我能做什么 我就只能听话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这个例子可能不是 但是我觉得很实际 以前的离婚率为什么那么低 因为是丈夫掌握经济权 那你当老婆的人 你既然是被丈夫养了 当然你就是闭嘴 可是现在一样 我们回到这里来 就是警察的 你的范碗是在你的长官 要给你就给 不给你就不给你 你没有法治的时候 他要你做违法的事情 你做不做 你做啊 因为他随时可以把你停权 他随时可以把你处分 而且他是用合法的管道 去做一个非法的事情 那这样子我就觉得 现在都已经是这样 那以后会更严重 我就随时可以 长官就随时可以跟基层讲说 你要听话 你要看啊 你要看徐国豪那个例子 先翻支持 那个随时可以两大锅免值 你要不要再改变一下 你的做法 你要不要这个处分 你要不要处理一下 我觉得会弄得警察基层的人心惶惶 那以后会不会变警察 不敢说 但我觉得这个判决非常失败 是因为大法官他应该是 宪法是整个法律的一个最后一道防线 而大法官是宪法的最后一道良心 你不把这个私衡 这个天平把它平和回来 结果你去让这个私衡的天平 去更私衡 去更倾斜 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我不是说我是当事人 我讲这句话 那就我是当事人来讲 我也是消防人也跟警察没有关系啊 所以这个判决真的是觉得是 我不想要说有什么政治因素 但我觉得很难让人家认同说 大法官一个这么高危机的一个机关 然后所有人你要打到事件 那要多困难 一年大法官审的案子才12个案子 平均一个月才一个案子 然后有多少人在 有多少这个蒙收不白之冤等在等待 然后好不容易排到 结果你的判决居然是这么 没有品质 没有这个高度 就觉得 而且大法官其实代表是台湾整个司法 那在国际下面人家来研究台湾司法的时候 他就是看大法官的检视 那当我们的大法官检视这么落后的时候 是整体的国家性价是被落后的 不是说我一个人的问题 不过从传统的这种 我们的观念里面会常常说 学生啊军人啊公务人员 他是没有自由的 那这个没有自由的一部分是 当然学生是另外一个 就是说他会强调这种服从 那服从如果从军人或是公务人员的角度来讲 他是要去维护某种国家的正常的运作 或是国家的命令 或者是国家的一个运作 他不会出现一些内部的纷争 或者是你们这些 一天到晚在捐自己权益的时候 那我怎么去服务人民吗 你对你们的劳权有一些意见 那我怎么去指挥你 指挥你 我没有办法指挥你 那我怎么去抓草偷 我怎么去救火 那可能会有些人会有这种看法 就是对啊公务人员去服从 不就是应该的吗 为什么要这么多的争取权益的 这个事情发生 你如果一天到晚争取权益 那国家这个所谓的国家机器 这个行政系统又要怎么运作呢 在这一个部分我会回忆 就是说其实工人员 他考上工人员 他最想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最想要就是顺利退休 然后领退休金 这是所有工人员的最基本的想法 所以一般工人员 他也好不容易考上这个工作 其实他是会很珍惜的 那所有的东西 他都还是有一个规范在 比如说我们有勤务条例 你造一些合法的合理的东西 去组分的时候 我想你今天提出来 也没有任何民众会想要帮你 就是你自己提出一个不合理 比方说我的薪水 我要求要30万 我要40万 不然要罢工 那你减就不合理 没有人会提 我觉得这其实都有一个天秤在 大家也都会去看 不是说我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也有一些管理的措施都是在 然后工人员的减切法其实都有 我只是要说你不能把一个 简单讲 我简单讲就是我们所有要求 是要跟公务人员一样 同时 而不是我不是去要求说 我要超过公务人员 怎样的标准 没有 我们现在是落后一般公务人员太多了 所以我们只是要把它调整回来 就是跟一般公务人员齐头 而不是要超过他们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落后人家太多 然后我们出来去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还被那个长官打压 那他打压的方式就是刚管老师讲的 就说你们就是要这样 不然我就在外面跟你摸杯说 我们打火就是要有团队性 要有机遇 要怎样怎样 这个其实我们怎么会没有机遇 没有机遇现在打火 我们是可以不打 那你不打我的时候 有时候如果民众烧死了怎样 你这个不被处分 你被免职 甚至你被受刑事处分都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就是 其实有很多管制已经在处理这一块 不用太担心说 公务人员以后 如果组合公务以后就会摆烂 我们现在回去看欧美国家 那么多公务人员有公务 那人家的公务体系会很烂吗 会就是行政效率部长吗 我也不见得看会是怎样 所以你意思说现有的一些公务体系里面的 不管是法规或是条例 或者是一些办法 这些机制都足以维系着 这个公务体系里面的公务员 是可以正常的运作 那不是所谓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 纯粹的服从 或者是起码在一个陈储的过程当中 它的办法 它应该是合理的 它的申诉的这个管道 或是它是司法救济的管道 应该是合理 这是其实是你们真正想要去争取的部分吗 是 就是还是回归到我刚刚讲 就是我们要求跟公务人员 一般的公务人员齐头而已 我没有说我要超过一般公务人员的标准 我们现在是落后人家太多 我们只是要追回来齐头而已 我想后面部我们接下来谈一些 可能更比较关于你的部分 其实刚刚有谈到 这个在你曾经提出 这个4至785号这样的一个官司 后来也是这个结果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我们看到很多的消防员或是公务体系的一些改革的问题 是被重视 而且其实也有一些 这种所谓的申诉的这个机制 那不过其实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些报道里面 看到你的这个 辩护律师邵宇亮 他曾经说过 我觉得听起来是有点感慨 他说全台湾可能没有几个人认识徐国瑶 但是全台湾的这个轮班的公务人员 却因为徐国瑶申请的视线 以及后续的785号这样的一个市制 进一步的去保障自身的这个劳权 然而徐国瑶本人没有负还没有负职 完全没有办法享受这些权利 你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 我觉得这个其实这样子做起来 你为了这些公务人员去做了很多的努力 可是自己却没有办法享有这个应该要有的权利的保障 听起来很悲伤 感觉是这样 但我觉得人生就是短短的几十载 那留下一点价值 我没有说要留下一点价格 因为其实这种东西我带不走 但我觉得留下一点价值给后面的人 就像我们现在有一点言论自由 可能就是像郑南农老师 他们这样子拼命的去争取 然后才有的 那我不是说我们要去争取到多少 但是我不希望台湾是一个越来越成人的国家 我们要争取的一个就是合理 然后大家可以安居乐业 你今天如果这个制度很好 我过得就是很平安很幸福很快乐 谁要去上街头要去抗议 不会有人去做这种事情 我在家休息不是很好 我为什么要去抛头颅撒热血 所以我不后我去做这些事情 那我觉得就是我可以想象今天徐国雅不做 一定会有另外一个徐国雅出现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一定会有 因为这些我们就是一直在被压迫 被奴役的一群 那一定会有几个人会受不了 他会跳出来讲 只是这个东西刚好是我来做而已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很不幸 但我觉得也很幸福 就很难讲就每个人角度不同 那我会觉得我情愿现在去做的事情 我不要到了的时候 一辈子被压抑的时候 然后我会对自己讲说 你年轻的时候可以做的时候 你都不做 所以反而那时候我觉得才会后悔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我五年前访问你的时候 其实问过同样的问题就是 你不会后悔吗 那你现在还是告诉我说 其实你是不后悔的 是不后悔 而且我觉得我最后 如果我们台湾真的是有法治的社会的话 我还是可以扶行的 但你不会觉得这个代价很大吗 就是你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份工作了 可是过去可能是消防员 虽然辛苦 就像你刚刚谈到很多人对公务人员的期待 它就是一个保障 它就是一个稳定的工作 你现在已经没有这些东西 你不会觉得有点失落 或者是你现在怎么去面对你的生活呢 我说实在我当然还是要自己去找公务人员 我还是讲白一点 就是我也是正常人 我还是对这个事情不损 我知道我会被整 可是我不晓得机关 他把手段玩得这么粗产 这么粗暴 而且这么没有格调 那这个是我当时没有想象到的 就真的很离谱 但如果一个徐贵尔可以把机关整个 显恶的这个一面都显得出来 我也觉得那也OK 因为让大家也知道说机关不是那么好 跟一般的变老板 跟一般民间的那个老板 其实没有两样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局长上次局长下次公务 大家也都是领国家的钱 我为什么要去整我 我也是领国家的钱 你消防制度有改变没改变 大家的领的钱都还是一样 可是他们就不想要 像我们的局长 他是真务官 他就不想要去得罪县市长 那对你县市长 如果你放在下面的人在那边乱的时候 那县市长就觉得你这个局长 领导的这个可能 你的能力上面有问题 所以他要用高压的这种 但是其实我都觉得 这局长是把自己的位置做来 消防局长本来就是应该去帮基层争取权益的 然后基层要去服务人民 这是大家有各自的职责 而不是谁大 谁比较小的这个问题 但我觉得就很可惜 我们成局一直在讲民主 结果他上任之后一直在发民主 这就是我觉得他也是 我觉得很可惜 但是一个案子可以把这些官员的那个脸 全部都打出来 真相全部打出来 我也觉得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算值得 但我必须说我并没有那么大 当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也是为了自己争取 不是说只是说我没有想到说 后来他居然会有讲到全台湾的所有民主人员 对所以真的也没那么大 但我觉得如果语录均章 让大家都能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我也算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 可以去遇到这种问题 然后借由这个问题 然后去让所有工人也可以享受同样的一个福利 这其实也是我一直在谈的说 很多时候社会运动其实是出于自己的需要 或是自己的这种不满或自己的压迫 但是他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 这个自私自利 他的争取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他也是一种共利 他也是一种塌力 他是一个社会怎么样去迈向更好的过程 所以或许在某些人的角度里面 说你就是在争取权益 可是我也常说争取自己的权益的同时 其实他有可能是在争取的是一个集体的权益 我想这是一个社会运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价值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国瑶 就是那这个案子输了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样打算呢 我举例像宪判制10号他写了两个核线 一个就是要回归司法权 他认为没有必要 这个还是在行政权 一个就是警察人员是条例 他也认为是核线 但其实我们在送这个起诉书的时候 我们写了六个诉求吧 六个还是七个诉求 他是判了两个是核线 其他的他没有审 其他的他没有审 他的原因是因为 他说你其他的这些诉求在785号大法官解释的时候 已经处理过了 所以呢我们现在律师团开会的结果就是我们要拿大法官写的这些文章的内容 要去提起再审 因为他写说 因为我的案子是785号做成之前就已经在里面 所以我不能直接在785号解释出来的时候直接去打 因为跟我的案子没有关系 跟免职案没有关系 那现在宪判制他是针对免职案 那宪判制他针对免职案 他写说里面写说785号已经解释过 所以我们会用宪判制写的内容 然后去引用785号回去做申诉再申诉 或者是再什么动作 希望最高行政法院及高等行政法院能够受理 我的案子最重要就是他没有经过法官的审理 如果经过法官的审理 我觉得那十个储分很有可能十个储分都会被法官打电 但最重要是我整个案子就是从头到尾没有经过法院审理 他当时的审理是怎样 他当时的审理是把这些储分的加减存储再算一次 就是几个申见几个小货加起来是不是有超过18货 他当时法院只做这件事情 而他没有去针对这些案子本身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应该要处分 有没有错误的地方 程序上面有没有错误 有没有瑕疵等等 这些他都没做出 他只做一个动作叫做加减存储 就是把这些储分再重新验算一次 这样子是不对的 等于实际上我并没有受到司法究竟 这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希望就是法院能实际审 实际审我是绝对对我的案子有信心的 是这样的 OK 所以你对未来还是充满了希望 虽然这一次的这个视线的结果并不是让你满意 但我必须说了 现在行政最高行政法院他的做法也是很保守的 以后会不会再走一次宪法法庭也不一定 那向好庭会不会受理也不一定 但我只能说我们就是报纸的希望继续走 就是这样 我想不要去做任何放弃 除非真的倒是都没有那一步 但我也不是说我把全部的心思都一直放在这个官司上 该怎样的生活 该怎样的做起 我还是做本来该做的事情 我想郭瑶尔提示给我们做了一个还蛮重要的示范 就是自己的权益的问题不是只有自己的 而是一个集体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参与社会的时候 其实也许我们一开始是自己的这种 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跟你是一样的 然后你也不知不觉的 其实也为了这个社会做了更多的努力 虽然目前看起来是一些挫折 但是我们也很开心的看到说 其实郭瑶尔还蛮有信心 那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们的观众朋友 也应该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社会往前走的 这样一个进步的力量 还是一定要有信心 非常谢谢郭瑶尔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之后也持续再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谢谢郭瑶尔老师 拜拜 各位听众拜拜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